全油管最快新闻,今年年初,一位前女士在安居客上看中一套房源,却被中介告知是网上图片,房子实际上是在国外的。 这引发了对于安居客平台房源真实性的关注。 记者调查发现,很多安居客平台上的房源图片与实际房屋不符,甚至是盗用的。 中介人员也坦言,平台上的图片大都是为了吸引顾客而设的骗局。 而安居客平台对于房源信息审核并不严格,导致了这一虚假现象频发。 与此同时,其他市民也纷纷反应遇到了类似问题,呼吁增强管理。 中介机构认为,平台缺乏制约机制才导致了违规行为的出现, 加强对房源真实性的审核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